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分析数据,目前只有超过67%的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但这些人中只有不到49%的人之后又补打了加强针。 此外,全美65岁以上的年长者中虽然有65%的人都已经打了两剂疫苗,但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之后接种了一剂加强针。 对此,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警告,未接种疫苗的人死于新冠病毒的风险将会高出已接种疫苗人群的八倍。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建议,所有年满五岁且已完成基础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未来都应该紧速接种最新版本的新冠加强针。 因为接种最新版本的新冠疫苗不只能为自己提供防护,还有助于减少新冠病毒传播,也避免可能传染给年龄太大或免疫系统受损而处于高风险的人群。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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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